Tesla公司首席執行官Elon Musk向員工發送的備忘錄宣布 將裁減全球員工超過10% Tesla股價在星期一收盤時下跌了超過5% 近幾個月來Tesla股價遭受重創 今年至今已經下跌31% 去年年底中國的比亞迪一度超越Tesla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製造商 中國的小米公司也在3月宣布 其首分電動汽車的售價將遠低於Tesla的Model 3 Tesla面臨的挑戰還包括物流問題 如鴻海局勢導致供應鏈中斷 以及柏林工廠停產 更有消息指出Tesla被受關注的Cybertruck 因油門搭板出現問題導致交付嫌疑 Tesla計劃下星期公布第一季度財報 NOS記者編輯報導